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开宗明耀 本片的主体思想是 一及所有 所有皆一 什么意思呢 同一个意识演绎了所有各种不同的角色 而各种看似不同的角色 却同时存在于同一个意识主体之内 这一要点 什么是我 其宏观与微观的一及所有 所有唯一 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无法理解与费解的 另一个多数人无法理解的 就是同时性与线性时间共存 人生的线性时间让经历有了前后因果次序 便于浏览观察 形成理性可以理解的记忆 展示给观众们形成体验 而多重平行宇宙中 同一个自我在不同的时间帧内 同时真实地存在着 同一个角色我在不同的故事线中 同时真实地存在着 同一个角色我同时被不同的意识主体所经历与操纵着 这就形成了一个时空多维矩阵 即纵向的时间轴 加上横向的多元化 再叠加入垂直的多维可能性 就此引出了第三个令普通观影者费解的问题 约翰·马尔科 多重自我 我们可以通过这部电影认知到 有一个载具约翰·马尔科 及他这个角色的肉身 有一个约翰·马尔科的头脑的自我意识 有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意识 有一群曾经扮演过约翰·马尔科的意识群体们 而这个意识群体也扮演过 其他众多的不同男女角色 而最后约翰·马尔科加入到了 这个后台意识群体 共同通过小女孩的角色体验人生 并利用这一机制达成意识不朽 总结来说就是 在非线性实践的时空中 意识群体有序地进入到不同的角色中 体验着一个个有序的线性人生 同一个角色可以为多个不同的意识 同时提供人生经验 而众多看似不同的意识们 源自他们曾经扮演过的不同角色 而这些看似不同的意识们 其实都源自同一个意识主体 那么七楼半这个压抑的工作环境 这个隐藏在个人档案柜后边的意识隧道 又隐喻了什么呢 其实想理解这一寓意 你要先知道 人体内能量中枢的分布与相关作用 这就是大家常听说的七脉轮 其实脉轮不止七个 垂直的脉轮有九个 另外还有手脚上 涌泉与劳工两处脉轮 当我们的顶轮及第七轮 通过自身意识与能量的改造 成功开启后 我们就能借由止息步入止玄境 或说三摩地 进入到意识与时间的加层中 那就是潜意识层 从潜意识中 我们通过撇开个人的自我角色认知 可以接触到几个不同的自我层面 最表层的就是这个角色的非线性人生 所谓的过往与未来都在这里 各种有可能的人生走向之选择 也都陈列在此处 这是当下这一角色的宏观矩阵剧本 当然 我们只能在这一生激活一条 符合自身意识频率的十项线路 成为自己此生的人生经历与记忆 但这不意味着 其他的各种平行实相 比你所经历了的更虚假或更真实 在更深的层次里 有你这个主体自我意识 所演绎过的各种其他角色之记忆 这些其他角色 包括在现行时间中 所谓未来与历史中的某些角色 同时也有之前 你演绎当下此角色的 其他自己不太满意的版本 更深层则是群体自我意识层 那是全我自我意识 划分出来的各个其他自我爆身 他们各自演绎过众多的化身 当然 他们也会借由自我意识的通道 透过潜意识 进入到你当下的这个角色中 或是好奇的观摩 或是小事身手 一个角色我的一生 在宏观非线性人生中 是在出生前就已经完成了的 但在多元多维的人生脚本矩阵中 在各种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中 没谁知道 这个自我意识到底会激活 与经历哪一系列节点 并把哪些平行的片段 串联成一个完整的人生记忆 所以七层半 就是个人的潜意识通道 连接入意识矩阵的桥梁 它有效地把所谓现实中的 这个角色我之自我意识 与后台中的宏观多元自我意识 进行桥接 借此形成潜意识的内在沟通 说到这里 不得不再说起另一个话题 因为内在自我意识本身 是一个意识能量体 它本身并不具性别 性别认知是后天被灌输而形成的 包括举止 谈吐 思维方式 甚至性取向 对于内在意识自我来说 它是中性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灵魂都具有男性的意识面 与女性的意识面 只不过由于意识个体 在经历多次人生体验后 如果持续地强化单一的性别认知 那它本身对自己的性别认知 与行为模式 就会形成一个惯性的习气 这习气导致意识体本身 发生性别倾向性 让其表现出更理性逻辑 或更感性细腻的不同特质来 对于灵魂来说 过于偏重某一性别习气 对自身的平衡发展是没有注意的 所以依据潜规则的平衡法则 一般都会经历对等体验 即一世男身一世女命 即你是男人时如何对待女人的 那下一生你就体验 那个女人所经历过的一切 同样你做女人时怎么对待男人 你的对等经历就会怎么展开 所以一般成熟到了一定程度的灵魂 对性取向总是会相对模糊 它们更注重交往时的心灵共鸣 与生活中的默契程度 至于双方载具的物理性别 并不太在意 而那些未矫正自我性别习气 而第一次尝试异性身体的神魂 会表现出比较女汉子或娘炮的特质 甚至感觉有做变性手术的迫切需要 影片中还涉及到了一只黑猩猩 并通过它描述了抑郁症 与童年心理创伤的关系 如果童年时天性被为你好束缚 自由被绑架 生长在衣食不缺 安全温暖的笼子里 行动被束缚住手脚 不能开口说心里话 不能做自己渴望的事情 被各种规矩牢笼了天性 那最后自我意识就会慢慢的隐退消失 而失去内在热忱 与神魂自由的角色我 就经常会陷入抑郁的状态 这在中医里就是 心火凉了 心阳不振 当黑猩猩帮助女主解开绑绳镣铐 撕下嘴巴上的封条后 她内在自我压抑多年的噩梦 也就通过自发的行动与勇气 彻底地解除与治愈了 最后我们说说木偶师 她经常被观众打 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无法理解与接受信息的多元性 把对宿命剧情的不满发泄到内在演绎者身上 可是内在演绎者也是无辜的 他只是角色剧本的演绎者 而剧本是早就存在并写好了的 其存在只是为了向世人展示某一种可能性 并提供其演绎出的角色与故事 为了给他人带来启迪与认知的助缘 人们往往因为自己的成见而迁怒他人 用语言暴力或行为暴力抒发自己的不满 把自己的问题转嫁到助缘人的头上 并借此推卸和无视自己的问题与责任 每个人都只看到了实相的一小部分 那是自己在意的一部分 而自己在众多的多元多维万千实相中 为什么只关注了这一点呢 其实是因为你自身的意识频率决定了 你在关注什么而又忽视了哪些 我们看似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活在自己的实相中 当你听闻到这一电影解读时 如果你能理解这些我正传递给你的知见 那恭喜你 你已证明自己成为了 并且当下正是极少数 在这个实相中可以看清 与见闻到高维意识之声的存在 你我是在同一个实相位面上 并可以形成有效的意识共鸣 细雨2022年11月12日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